自動治療師 你們就不能自稱職能治療師 你們就是叉叉治療師 叉叉協助師 叉叉叉輔助師 那個不能說錯名字的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長哥 今天這集非常的特別 邀請到兩位來賓都是職能治療師 我們之前沒有做過這個系列 目前在新聞上也看到說職能治療師 有一個修法相關的一些議題 那我今天剛好邀請兩位職能治療師 聊一下他們職能治療平常在做什麼 以及到底要怎麼樣去approach你們 得到你們相關的一些資源 我相信對家中有很多幼童或是長輩 其實很多人都會需要相關的資源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其實有這麼豐富的資源這樣子 那這位是那個林玉祥 職能治療師 那這位是莉莉職能治療師 先請你們兩個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玉祥 嗨大家好 我是OT莉莉 今天請兩位來 還是想要讓大眾理解一下 到底什麼是職能治療 不知道是翻譯問題還怎麼樣 我覺得職能治療這四個是真的很難理解 到底職能治療是在做什麼 那譬如說你是Youtuber 那你Youtuber你要上向 你要有一些口條 你要有企劃的能力對不對 你能去control這些事情 這個就是你的職能 也不一定是職業 因為比如說我回去 我今天下班回家之後 我去當媽媽 媽媽這個角色要有職能 等能力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的職能治療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全能 我們關心所有的人 是是是 就是你這個角色 你需要什麼樣的能力 那你們就會為了這個角色去設計 教學的套餐 去讓他有這個能力 沒錯沒錯 像之前啊 我們有一些受傷的人 比如說做輪椅足 對 他想要打籃球怎麼辦 這個就會是我們職能治療師非常 會去approach的一個面向 透過輔具的一些設計 讓他可以打籃球 因為輪框縮小啊 他那個乙具縮小之後 他就可以更靈活的打籃球 像這些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廣面向的 一件事情就對了 OKOK 你們印象比較深刻的 比如說case或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分享 因為我其實要給我聴一聴 給我其實一直到 其實未來高齡化或是咬人 是越來越多的 你會發現其實 他們可能都有固定的就醫習慣 可是他可能回到家裡之後 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他不知道有社區 或者是自己可以學東西 所以其實現在的強教2.0很方便 那這些的長輩都可以透過 跟政府的機緣申請 就會有可謂的職能治療師 到家裡提行居家賦能 他們可能就可以開始學習 怎麼樣走路 怎麼樣自己照顧自己 怎麼樣可以下廚 然後可以到回歸社會 但是我目前比較 常遇到的個案的例子 你說會比較可惜 事情去其實你也會提到 一件事情去 有很多人他不見得他有 在醫院的檢斷 可能像我們幾個阿公阿嬤們 可能都還沒有 就是老了而已啊 老了而已啊 就是可能他還沒有到 所謂有病 他只是一個亞健康的狀態 亞健康的狀態 他可能還沒有得到診斷 他可能就是老了動作慢 那其實這個也不是病 政府他可能就會要 是不是看到可能某個診斷書 你才可以申請某個東西 所以對於這群人來講 他們反而就是 什麼資源都拿不到 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惜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其實像 如果沒有診斷的 或者是沒有就醫的人 他們其實如果要直接尋求 經驗治療的服務的話 在現行的法規下去 會有難處的 因為他們必須會被要求說 那你可能要有醫生的同意 或醫生的依求 我們才能提行經驗治療的業務 所以病人說如果一個獎貝 他想要扶手 他想要人意 要扶具 他其實必須透過一些 其他的方式 去尋求到經驗治療的服務 或者是用其他的名義 例如我們現在講的可能是 扶具評估 無障礙的評估 我們都知道 去請經驗治療去做 也我們可能會用其他的名詞 或其他的方式 來提供我們這個服務 反正就簡單說 就是現行法規規定很死 如果他沒有疾病到一個嚴重程度 拿到那張診斷書 他變成尋求這些資源 反而變得有困難 要去繞遠路 可能要用其他的名義 去拿到這個東西 然後才可以得到他的資源 其實我覺得 我們走三類組 走醫學院這一條路 我們都是希望什麼 我們希望人生活的更好 沒錯 你做醫師治療病人 讓他可以回到一個好的生活 那精神治療師也是 但我們也不是著重要去治療病人 我們是希望說 其實這個東西 你這個椅子的高度改一下 你就會坐得更舒服 對不對 這種事情 就是 為了要改一個椅子 你去醫院拿個診斷書 你去拿個診斷書 這樣子是不是覺得 好像離我們 可以讓人生活得更好的 這件事情 好像 反而變得更麻煩 以剛剛玉翔講的 老人來說好了 其實很多老人忌諱就醫 他其實透過一點點的生活調整 我們帶他做一些運動 給他一些建議 其實就可以做得更好 還要再去繞一圈的時候 好像就會讓老人家會 比較心深一點抗拒 大概理解 因為譬如說你想要真的服務這個老人 然後你要勸他說 你要先去哪個地方哪個診斷 說他可能就乾脆就放棄這件事情 他就不想要去促進他的生活這樣 就每次的修法一定會掀起一些論戰 就不管是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反對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都躺開來講 以你們職能治療師的觀點 你們覺得 你們這次修法的訴求是怎麼樣 那你們希望他可以達到 怎麼樣的一個效果 是 其實我們這次修法的訴求 第一個是 其實我們並沒有要影響 每一個人的就醫權利 所以其實每一個民眾 都可以選擇去找醫生 處理他們非常在意的疾病問題 可是這次的修法 第一個就是讓民眾 他有可以直接選擇 情人治療的權利 可能是舉例 心理疾傷好了 他們其實可以依照他們的需求 找到他們想要去搞的 可能欺負 或者是運動教練 或者是想要的一些 營養師的服務 所以情人治療 如果要標榜情人治療 他們就沒有辦法直接搞 這是第一個 我們非常重視的 第二個事情 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不會只是強調 無論你們剛剛提到的 小朋友的發展 或是職業安全 其實現在教育有非常多 這樣的領域 都有情人治療師 那我們只是希望 在這些領域上 可以合法 因為過去用韓式 它已經夠多了 那代表出一定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讓他 可以入法可以 韓式成功 最後一個其實還有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很多的爸媽不清楚自己 小朋友狀況 或老人的狀況 其實有我們這些 受過醫學院的人 我們會比較敏銳的發現 我們就會請他們提教就醫 所以相對的也會減少 可謂的醫療的耗能 那這些人可能不會到 非常嚴重的時候 才接受到醫療 所以其實對整體醫療來說 我相信這樣的說法是好的 然後我覺得聽起來 是蠻荒謬 就是因為現行法規的關係 譬如說有診斷出的 這些業務的時候 你們就是自稱職人的治療師 對沒錯 但是當你們去社區 當你們去譬如說工廠 或去什麼地方 工廠 你們去執行 就是沒有診斷出的業務的時候 你們就不能自稱治療師 你就只能自稱說 我是某某專家 我是來幫你的 我覺得就有點好笑 就像譬如說 我在診所 我就可以自稱我是醫師 然後我去譬如說 我去偏鄉新 我就說 我就治療員 就不能自稱醫師 其實你們還是有 默默的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法國有關係 你們就變成要 要改自己的名字 對有可能改名字或改方式 可是其實對於我們一個專業的認同 跟機器其實是比較薄弱的 我想應該是我們希望促進更多的健康的人群 然後一個專業的認同 或者一個整體的健康的發展上面 其實需要蠻多專業的一起促進 那我自己在我的社群裡面也會發現 其實小朋友可能有狀況 但是爸爸媽媽會覺得 我看了種種種種種種種的這些理論 支持他沒有狀況 其實如果職能治療師可以去介入一些 更貼近生活的面向去處理的話 真的就可以像剛剛說的一樣 更早發現問題 讓小朋友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 那剛剛提到的是比較就是正方立場的部分 那你們對這些 反面立場的一個陳述是怎麼樣 會不會有些人會覺得說 會不會去這裡搞了這些經驗治療師 會耽誤了他就醫的行程跟育程 因為畢竟這些治療師並不是學診斷的 或者是學到底要怎麼辨別這些診斷問題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他們也會非常在意說 那怎麼判斷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疾病 他到底是亞健康還是他已經真的有疾病了 說會不會這樣子反而說 我們反而做的不是我們今天治療師應該做的判斷 或者是我們所學的內容 你們主要的訴求還是可以比較直接接觸那些亞健康的族群 那可以直接提供服務 那可能有另外一端就是會擔心說 主要是診斷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其中有一個 譬如說非常良好的一個轉介系統的運轉 其實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這部分因為 總之現在都還在吵這個議題 大家也可以多多思索這樣子 可以多多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我最後請教兩位陳述老師 因為剛才也講過這個法規的問題 很多人他可能有職能治療的需求 他沒有辦法直接找到你們服務 你們會怎麼樣建議這一群人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職能治療所其實分佈在大家的周邊 那其實你就走進去 去尋求職能治療師的協助 大概有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我們就是還是會要請你說 這個狀況我可能可以處理 還是請你去 拿個診斷書 再過來 我就可以幫你做到這些事情 那如果你進一步就是真的有一些身體上面的疼痛啊 或者是一些狀況 那也是有復健科診所 就是相關的診所裡面會有複射職能治療啦 那再來就是 可能就是像玉祥這樣子的行動治療師 你們就不能自稱職能治療師 你們就是叉叉治療師 叉叉協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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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疼能治療師也大概到了五千 嗯 對那其實像我這樣行動治療師也很多 我們其實也是在默默的在社會上幫助大家 政府還是有給我們非常好的一些 內容跟工作的方式 也是相對的我們就沒有辦法非常的證明說自己是職能治療的專業或職能治療師的業務 就變成說很像一個證明的議題 就是我們既然都學了這麼多 也是希望可以聽到別人說我們是職能治療師 對也是我們今天想要對觀眾講的一句話這樣子 好的那麼今天非常謝謝兩位職能治療師跟我們分享 就是不管是他們的服務範疇 或者是平常做什麼事情 然後民眾要怎麼找到你們以及你們的訴求 那反正相關連結我會放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相關的內容的議題 然後跟訴求 那總之我覺得不管是物理治療 只能治療醫師護理或是營養師 我覺得台灣的醫護醫療相關的人員 其實我覺得本性都是為了台灣人民好啦 當然以我自己的立場 當然是希望說就是大家可以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民眾可以找得到非常近非常方便的一些醫療資源 對那同時就是不管是在一些轉診制度的一些建立 還可以非常完善 不會耽誤到任何大家都可以及早發現疾病 我當然覺得這樣子是最好的 好那今天再度謝謝兩位 那喜歡我的頻道就記得持續訂閱 我們就下集再見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有結束 我們有個個小人的開箱 我們有個小人的開箱 你可以說 agrade抽